Hello 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 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 喝会一起玩玩具 我是你们的Yuki姐姐 然后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 是想给我们的小朋友 带来一套非常非常可爱的晚礼服 它是给我们的babyborn 我们这个新生婴儿宝宝这种娃发 是给他穿了一个 特别特别漂亮的一个仙女晚礼服 我们这个同样系列的晚礼服呢 还有这样的一款 然后这一款晚礼服呢 也是一个粉色的 非常梦幻的仙女晚礼服 然后我们这一套 是一个粉色花瓣和蝴蝶 为主题的一个晚礼服套装 还有附送给我们小朋友呢 一个就是额式或者是头式 希望你能够喜欢 那么我们就先给他进行一个开箱 以及呢让我们的babyborn 我们的新生婴儿宝宝 给他进行一个尝试的 这边感觉它看起来 就像我们的小羽毛一样 就像我们一般的小羽毛一样 就像我们一般的小羽毛一样 有关键不味的 让我们可以做到这边 可以做到这边 就像我们一般的小羽毛一样 我们在这里在这边 那么多羽毛一样 まず是较多羽毛一样 我最后一样的 17一样 但是我可以做到这边 你最后可以做的 在这个手羽毛一样 把我们小羽毛一样 要做个小羽毛一样 冰糖 涼了 冰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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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我们的babyboard就已经给它穿好了 我觉得它穿起来非常非常的漂亮 在另外那个套装当中呢 会附送给我们的小的娃娃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红皮鞋 小的这种粉色这种这种银粉色的小鞋子 我们呢这边好像没有赠送 因为觉得它这个赠送的非常多了这个仙女棒啊 还有我们的装饰啊 但是我们让它穿起来之后呢也是非常非常可爱 手上呢还有它原来它自己的一个这种 嗯这个手环我们可以把它全部的给大家展示一下 站起来呢大概就是到这个位置 然后它的裙子呢是到膝盖上 总的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个小的裙子套装 希望你能够喜欢然后它是给我们小娃娃穿的一个小衣服 非常的适合然后剪裁非常的棒 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也可以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 每天都会有更新 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